刚才我们讲了一下 两个向量的时候 它是史密特正交化 实际上可以从几何上 或者说是从代数两个角度都可以看出 但是如果到三个向量 甚至更高维的情况 不是二维的不是平面的时候 几何上就越来越难 越难看了 我们只能从代数上 来把它正交化的过程详细的写一下 我现在就把史密特正交化的过程 所有的公式都列举下来 待会我们再详细的证明一下 我们把它叫做史密特正交化过程 它是一种过程 procedure 我们假设α1 α1 它是相性无关的向量度 我们现在要把它正交化一样 找一个向量度跟它等价 并且是正交的 正交化的过程 第一步 β1等于α1 第一个不动 β1还等于α1 第二个β2 我们刚才也写了两个向量的时候 它等于α2 减去 已经求出的β1可以直接用上了 β1跟它自身做内积 作为分母 然后它跟α2 就搭在前面这个 做内积 作为分子 还有乘以β1 这是我们刚才在 从几何账和从代数软度都得到一个结论 好 那下一步β3呢 我再写一下 它等于α3 减去这些东西 很类似 首先呢 还是减去跟β1相关的 也是β1跟它自身做内积 一样 但是变成了α3 跟β1做内积 就是β1 再减去β2 刚才求出的β2 跟它自身做内积 然后还是跟α3 做内积作为分子 乘以β2 这样你就得到β3 是一个递亏的过程 同样一直往下写 都可以写 最后一项 我写一下 βs就能有αs减去 还是从β1开始 β1跟它自身做内积 作为分母 跟αs做内积 作为分子 就是β1 这之间是数成 然后同样一直减 减去β2 最后减去 最后一项的 应该是βs减1 βs减1 跟它自身 做内积 然后分子是αs 跟βs减1 做内积 后面竖成一个βs减1 刚才求出来的 整个这个过程 如果你把它通向写出来 写一个通向 我可以写一个通向 βd 我写一下第2一项 中间某一项 第2一项 等于αi αi减去 对吧 后面这些大同小异 所以我也用一个求和符号 给通向来写一下 实际上就是 这里用i的话 那我求和号就能用j了 j等于1开始 开始 一直到i减1 这是s的时候到s减1 然后后面这项是什么呢 分子是βj 跟它自身 做内积 就相应的j等于1到i减1分别做 然后分子呢是αi 这个αi跟相应的βj做内积 然后后面乘以βj 是输成 这样把它所有的这些夹壳加起来 一块减 或者是一个一个写就可以 这是一个通向表达式 就是史密特增加化的 你要把这个式子记住 大家所有的都记住了 那这里面这些系数 就可以看成是β前面的系数 是怎么求出来的呢 可以用带定系数板 只要用带定系数板呢 这里面这些系数就可以求出来 比如这个系数 这个数 其实我用带定系数板就可以求出来 不需要用几何的 也可以 比如我先求一下这个 把它记成β2 等于α2-k1 k1β1 但是我要确定一下 这个k1 我不知道是形式 或者说我忘了 我在史密特增加化的时候 我忘了 这个k1 其实我也可以把它推导出来 我可以用β2 条件就是β2跟β1 做内积等于0 因为它是正交的嘛 所以α2乘以β1 β2乘以它 应该带上减去 k1β1内积β1等于0 我想想把这个β2带上 所以呢 k1 这些都是数 k1就等于β1内积β1 α2内积β1 这样就筹出来 跟这个形式是一样的 同样这个带定系数 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些组合 这些分子分母都求出来 都是长这样 长这个样子 好 这是带定系数吧 总是可以做出来了 比如我再验证一下 这个位置 假设就叫做k3 这个位置就叫做k2 我再求一下k2和k3吧 那实际上就是把β3 跟β1 做一下内积等于0 β3跟β1做内积 那显然这一下两个β11内积就变成了塔 这样你就得出来这个k 然后你再把β3跟β2做一下内积等于0 你可以把这个k3也求出来 好 这个是求这些带定系数法的过程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多算几个 更加了解一下 这个是怎么定义的 当然最后不管怎么算 你一定要把这个结果当成一种最后的定理 记住 好 好 我们来验证一下为什么是这个形式 其实刚才我说了 这个求的过程已经验证了 这实际上就是用这个垂直条件把它求出来的 好 我们还是要验证一下吧 还是验证一下 刚才β1跟β2垂直 我们已经在验证过了 我们现在验证一下β3跟β2垂直吧 我验证一下β3跟β2做内积 是不是等于0了 验证的时候你把β3带上 但是β2不要动 把高级的β3带成α3减去β1内积β1 α3内积β1 其实这一项你可以不写 因为这一项跟β2做内积 β1跟β2已经等于0了 所以这项其实可以不写 但是我现在先写上减去β2 β2做内积β3 β2做内积 他跟β2做内积 这一项跟他做内积是α3 β2 这一项因为β1跟β2做内积是0的 所以这一项就没了 就剩这一项这一项是β2内积β2 β2 β2跟β2做内积 这个跟这个约掉了 这个跟他是这儿相当 所以是等于0的 这样我们就验证了 当然你可以逐个验证 所以这些β显然都是垂直的 这样一个过程就叫 史密特正交化 以后给你一个具体的向量子的时候 你用这个过程直接把它正交化一下 待会我们讲一个具体的正交化的粒子 这些公式一定要记住 待会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粒子 好 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个 史密特正交化的具体的粒子 我们来具体的正交化一个 这是三个向量 都是四阶的 四阶的向量 四维的向量 α1 α2 写成列向量的形式 我现在要把它 史密特正交化一下 β1 第一步很简单 等于α1 保持不变 但是后面为了节省空间 我也把它写成航向量 加一个转质的形式 等于还是列向量 转质了一下 β1 不变 β2 根据公式是α2-β1 跟它自身做内机 α2 跟它做内机 然后β1 然后具体的代数就可以了 α2呢 带上它 33-1-1t 减去 这分母呢 是β1 刚才算的β1 他跟他自身做内积 就是每一个1的平方 加1的平方 加1的平方 4分 4 然后α2 就是这个 跟他 跟β1 跟他做内积 3乘以3 3乘以3 6 减去1 再减去1 还是4 6加6 减去2 还是4 然后后面 你把β1 带上 就是1111t 这样就得出来 他的结果是等于 这个是1 所以就是他 减去他 是2 2 -2 -2 -2 t不要忘 好 这样我们β2就出来 还有β3 β3 α3 减去β1 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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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去β2 跟他β2做内积 然后α3 乘以β2 β2 然后具体代数 α3是这个 负2 068 t减去 这个β1的资争动力机 或者它的平方 我们刚才已经算了是4 那α3就是这个 跟β1 跟他做一下内积 -2 加0 加6 是4 4加8 12 然后β1 1 1 t 然后再减去这个β2的平方 β2的平方 是4加4加4加4是16 然后β2跟α3就是这个跟这个做内积 -4 加上0 减去12 -4 -16 -16 再减去16 -32 β2 是2 2 -2 -2 -2 这个上传 可能 稍微麻烦一点 这个是3 这个是减去-2 是加上2 好直接把结果给大家写一下 为了避免写错 是-1 1 -1 1 t 这样我就得到了β3 β1 β2 β3都有了 就相当于把它已经正交化了 这就是施密特正交化的过程 但是有时候呢 我对求出来这个正交向量阻还是不满意 这求出来已经是一个正交向量阻了 β1 β2 β3 是正交向量阻 我有时候还要求这个正交向量阻里面它的每一个向量都是单位的 我们把这个叫做单位正交化 就是我施密特正交化完了以后我再来一个单位化 这样得到叫单位正交的向量阻 这样得到一个单位正交向量阻 我们就是把得到你β1β2β3都单位化一样 这一步过程非常简单 单位化以后得到γ1 等于β1 除以β1自身的长度 这个特别简单 β1呢 在这 1 它的长度是根号4等于2 所以都除以2就可以了 这等于2分之1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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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样 γ2呢 是β2 把它单位化一下 单位化一下 β2呢 在这22-22-22 它的长度呢是4 是根号16 是4 所以也是2分之1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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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这些长度平方加起来是等于1的 分量平方加起来等于1 γ3呢 等于β3 单位化一下 一下子 等于这个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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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向量 就是单位正交化以后的得到三个向量 我们待会儿可能会用到这样的过程 先正交化 施密特正交化 直接带公式 然后完了以后再单位化 注意这少了两个气啊 都是列下来 好 关于施密特正交化呢 以及它单位化 我们就讲这么多